第五届亲子同乐日 即慈善儿童单车赛 日前在亚凯迪亚社区中心举行 超过一千多个家庭出席活动 该活动由非影力组织 压压原地主办 亚凯迪亚市府康乐部协办 联邦众议员赵美兴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亚凯迪亚副市长戴首珍 希望之城亚裔市场代表蓝凤 等社区领袖出席了当天的 开幕仪式和单车赛起步里 并表达了对该活动的赞赏和支持 小小创业家儿童商展 小小创业家儿童商展是今年新增设的一项活动 当天设立了30多个由小朋友设计的商业摊位 通过将自己的商业构思变成真正的生意 从而培养小朋友们的创业家精神 认识商业世界的运作模式 为未来成长培养关键的能力 活动现场有众多儿童教学团体设立展位 包括名画创业美术学院精心设置的创业艺术园区 并有许多好玩的游戏和亲子示范教室 为到场的近千个家庭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HMedia在亚凯迪亚市的采访报道 HMedia在亚凯迪亚市的采访报道